世韵比赛登场 中华队在龙舟赛事当中 分别在邀请赛夺下了铜牌 另外在2000公尺龙舟赛里面 夺下了银牌 为我们中华队这个率先拿下了奖牌 而其中在邀请赛的部分 跟第二名的匈牙利 只差了0.08秒 中华龙舟队夺下世韵比赛地面奖牌 仅仅以0.08秒输给第二名的匈牙利队 金牌则由没有端午节的俄罗斯队拿走 虽然只夺下铜牌 但中华健儿的辛苦练习没有白费 对 因为我们每天像高雄这种天气很热 然后我们每天就要在这种太阳下 再五六个小时 然后一直练一直练 很开心 终于可以吃饭了 虽然200公尺龙舟邀请赛 不算是正式比赛 但是中华龙舟队率先夺下铜牌 还是开心的不得了 就是很开心很棒 然后在世韵的第一天 就为台湾夺到第一面牌 很高兴 能和世界各国好手过招 有了铜牌这季强心争 2000公尺龙舟赛 中华队越战越勇 夺下银牌 率先在世韵比赛中 为中华队拿下亿赢亿同的好成绩 中天新闻陈胜义张玉芯 高雄报道 中华队越南